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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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没有这个道理 不爱其亲爱他人 爱他人那也不是真的 真的爱他人 必定是爱其亲的人 爱自己父母双亲 把这个爱推广到他人 那么这个爱才是真的 所以古人在文化的熏陶之下 每个人对家庭都很有责任感 因为他爱父母 爱自己兄弟姐妹 爱自己的妻子儿女 哪怕他没有很高的学问 一个字不认识 对父母跟家庭都有责任感 这样的人格特质他出社会 对任何团体都会有责任感 对社会有责任感 他会尽忠 现在麻烦了 从小没有培养责任感 到单位去 到企业去 通通要人家顺着他 他怎么能尽忠 他不是给人家添乱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从家庭开始 好 现在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